澳洲的特斯拉的 锂电池货柜的全球最大的本部 后来发生了莫名的着火 已经烧了四天还烧不完 它也是一个锄电厂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不只居民会有疑虑 因为他们厂商就派了一个博士 博士生很年轻的博士 那也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博士 反正有一个博士生就来解释说 这个绝对不会爆炸 这是阿伯做测试什么 我做大型测试是 画它的厚索的厚索 让它厚索要消毒 这个厚索是厚索 让它收起来 收起来这段就收起来 它不会打到这边 不会打到这边 所以它不会有破绽研装 这边就看到了 对啊 对啊 扬 这边就看到了 厚索 大概20公尺而已啊 镜头过来这边就看到了 到这边看 有沒有 很近啊 加油站 中油的 然後馬路對面就要蓋 全台最大的儲能場 這個離電63個後櫃裡面 接近5000個特斯拉的電池 63個後櫃喔 已經接近快5000輛 特斯拉的離電池 轉過去 左轉 當然擔心啊 那邊就是住宅區啊 那邊就是流營的住宅區啊 旗美在前面 你看旗美這麼近啊 600公尺這麼近啊 我們三代最好的建設 我們這邊在地三代60年的最好的建設 居民的疑慮是有依據的 因為在澳洲在2021年 就曾經特斯拉的這樣一個集電廠 它是一個一個貨櫃 然後它把離電池排列在貨櫃裡面 那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的住戶 你的住家大樓 台北有很多豪宅 現在停車場都怎麼樣 裝了電動車的充電裝 充電裝 你會覺得說 大家為了要環保啊對不對 這個我們這棟大樓有錢人很多 我們這個電動車很多 你要知道電動車 因為它裝了一大堆電池 串連並連在一起的 那電池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常用電池電池 可是電池如果有一顆爆炸 一顆出問題 它的連的串連的反應 整個燒起來是在幾秒鐘 然後滅火都滅不掉 你可以去查網路上有很多 Tesla在路上燒起來那個影片 都是電池的關係 然後消防隊的人來了之後 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滅火 好這個就是2021年 Tesla在澳洲的這個事件 你看它這個地號 這三筆地號一筆在我們那邊 竟然這樣子也可以申請過去 那個陳凱玲 被抓去關了 結果它核准了 一個禮拜就被抓去關了 但是它核准的執照繼續蓋 對啊就已經准了 它向台電虧線 它先取得台塘的租地 台塘沒有善盡 土地管理人的責任 因為這個除電 這個等於是那個電廠設施了 不是一般設施 它都號稱綠能 其實這是假綠能 它買空賣空啊 它這邊又沒有重電又沒有升電啊 直接要等台電的電給它 它再轉手再賣給台電啊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對啊 對啊 它資本額十萬塊就可以去 向台電申請虧線了 誰資本額十萬 它最早申請的時候是 新竹的 衛具能源 不是它的前身 它這已經轉兩手了 相當有那種 那種 除能蟑螂那種 那種概念 它已經申請貴近 申請完了 台電申請完了 再轉寫那個上規的紅燈 已經轉兩手了 它這個地號 這個地號在我那邊 它沒有當場審查 書面就審查就破了 對 它現在再劃分兩個公司了 都挖局的推給 精華局 精華局推給 經濟部 能源局 就推來推去啊 推來推去 都一直蓋啦 我們台南市的 儲能設施的申請 在它的任內 應該是 通過二十六場 我們柳營這邊去五場 心靈也五場 有的還沒有 比較小規模的 就被 城抗油擋下來 我們這兩筆就是擋不下來 這一大片兩公頃 要放置六三個後櫃 它的試意圖都說明 就是這樣子啊 你看整個設置 滿檔啊 現在居民認為說 你把這個集電廠放在我的社區 那是不是安全的裝置 要先思考一下 是 你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沒有配套措施 因為過去沒有這樣一個疑慮 所以沒有這樣的法律 所以相關的法律 是不是要再嚴謹一點 台南市政府精華局 是回應我們說 人家夜酒也是照合法來申請啊 但是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這個開說明會都是 頭頭摸摸的開 因為也沒有召集居民 但很快的他們就剪裁了 那表面上跟居民 所以說會再溝通 再溝通 會延後 但實際上 看起來是已經在作業了 還有一個 三間那個事情就被判違法 對 退廠機制 你怎麼退廠 就是說當你要撤的時候 這些電池要怎麼回收 其實這個都相關的問題 應該要思考到的 然後燒起來不是說 因為你燒 那我們有一個距離 所以你不會燒到我家 可是呢 不是耶 它會有毒氣 它燒起來的時候 會有有毒的氣體 煙霧有毒氣 那你再來就是說 居民為什麼會這樣抗爭 除了自己的財產 健康安全的問題之外 那這個會不會當作 是一個煙霧的設施 因為你如果說 有集電廠的時候 因為有煙霧收拾 所以你自己的 相連的土地跟房子的價錢 全部下跌 全部會下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的 最大的關鍵是 它偷偷的蓋 它之前沒有做任何的公聽會 所以居民的反應 才會這麼的激烈 然後你的安全的配套措施 其實我覺得 居民的要求是蠻合理的 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拉大距離 那你台塘的土地很多 你如果可以拿到台塘的土地 應該是還有其他的機會 可以跟住家的距離離得更遠 是 所以這個相對的 如果都有配套措施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減少大家疑慮 我個人是覺得 手機掛繩是蠻方便的 因為像是你出國玩的話 你的手機就掛在脖子上 你不用還在包包裡面翻找它 那你要拍照或是錄影的話 都很快就可以把手機拿起來用 中年文創Keep Fighting系列手機掛繩 Live活力放送款有煙燻紅 還有星空黑的兩種配色 Live立體小logo 可以隨意的調整位置 潮牌設計風格 讓你散發與眾不同的氣息 百搭榮耀款經典黑 這款特別就適合喜歡簡單大方 又追求時尚和個性的朋友 單扣雙扣都可以使用 這兩款都是特別挑選 2公分和2.5公分的寬帶織布設計 讓脖子和肩膀能夠更輕鬆更舒適 它的金屬配件搭配的是高質感多功能 啞光霧面扣環品味大加分 Keep Fighting夾片 挺你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們趕快上快點購選購 記得要輸入推薦碼 還會有額外的折扣